好的,总长度来到34厘米,我们要进行这一部分了啊 之前我们一共176针,然后给它各,前后各给它留多少 88针,88乘以20是176吧,是 好,前后各88针啊,这时候大家注意了啊 分完前后片之后,我们要在页下的这位置给它做什么 做减针啊,看,连前再后各减三针 也就是总体,因为你是要还行之的嘛 所以你可以连前再后啊,一共3加3等于6针 这6针可以一次性减去,包括这个位置啊 也可以一次性的将这三针和三针,一共6针一次性减去 好,减完之后,实际上就在你减掉的这6针的起始位置 就分别是前后片了,记住了吗 首先,我们来说啊,减完针之后 前后片其实是一样操作啊 我们要在两针正针的内侧 找出四根,四针正针来 记住了吗,一定要听懂我这句话啊 你不是现在一共是88针被减了针了吗,对不对 被减了三针了,对不对 这边也减了三针,你用6针你是82针了,对吗 好了,现在同学们都跟我一样啊 88针减6啊,82 82针第一针第二针 尤其是第一针的边针啊,每一针都知道不要挑下来啊 第一针第二针永远不能碰 然后在他的这边找出四针来 永远拿挨着这两针的那四针做文章 要剪它,怎样剪 给你们看啊 我们要每四行给他剪两针 一共剪九次 同学没理解是吧,没关系 知道麻花吗 啊,近距离给各位看 仔细看 这个其实就是让大家留下的边针的那个第一针 啊,这是第二针其实 因为你要最后要缝合的 所以把它也缝进去了一针啊 也就是留两针 这是他已经第二针了啊 第一针被缝走了 明白了吗 啊,也就是你看在这个印这儿 看到了吗 这是第一次你的剪针 每向上之四行 也就是隔三行 第四行 又到正面之后 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拿 我们假设把这个挨着这两针 这边的这个两针啊 叫第一二针 这边叫第三第四针 你永远拿第三压第一 第二压上第四针 干嘛 啊,第四压第二 三压一 四压二 三压一支一针 四压二给它支成一针 大家理解这意思了吗 啊,你这个是我们传统管这个位置叫小样啊 插尖减针的方法啊 都基本上用这种方式啊 它就像机器编织的一样非常美啊 也是极其经典的一种方法 再来各位讲一遍啊 也就是我们永远在减针点的那两针的左侧 要给它减针 隔三行第四行就这样减 而且哪四针压着它就永远减那个四针 就说怎么减完不是剩两针了吗 不对啊 你减了以后确实是剩两针了 两针这边又有过来的啦 永远谁操够四针就减谁 记得了吗 你看啊你这一侧永远都是拿第三针压第一针 第四针压第二针这样减 第三针压住第一针以后给它织成一针整针啊 第四针压住第二针 把它放在上面呢啊 也给它织成一针整针 好了 这时候你就继续向上织吧 织的过程当中 只是正身啊 如果你要是织的应是插尖织法 这边两个袖子和正身一起织的话啊 减针的 一二三四压着的这个方向是不同的啊 我们现在光这一六 全是什么 全是 三压一 四压二 记住了吗 啊 好 用这种方式啊 你看 这个其实是第三针啊 它压着的是第一针 这一针呢是第四针 它压着的是第二针啊 你每次这样剪完了 好了 往上支 支三行 第四行 你又剪了 还是刚刚这个方法 对不对 啊 用这种方式 你剪了几次针呀 一共剪了九次 那么我们剪九次以后 一共少了多少针呢 我问同学们 这张图 一定要理解啊 也就是我们每项上支四行 或者你理解成我 隔三行 第四行 一到正面 我就干嘛 我就要给它这样压着针剪 一二三四 这样的剪 对吗 啊 每隔三行 第四行就这样剪一次 剪一次 剪一次 一共剪 九次 记住了吗 啊 这方面啊 这位置是这样剪的 那么 另外一侧呢 你看 你这边还有 你是往返制的 对不对 其中的一片 另外一侧 你看啊 另外一侧的方向 跟这边整相反 记住了吗 我们永远让它 与中心线是 形成小燕子 这样的一种形式啊 所以这边 你看是几呀 谁呀 谁呀 如果我们将 这边的两针当中的 除去之后啊 这四针 一二三四啊 我们要从这头来数的话 依然是 我们拿第三针 压着第一针 第二 第四针 压着第二针来 因为你是从这边 数的一二三四 记住了吗 你只要是这样压 然后它就形成 这样的效果 记住了吧 好 这两种方法 你都知道 你发现了吗 这和这片是一样的 记住了吗 啊 近距离看 它俩是不是一样 都有一个方向 看出来了吗 是不是一样的 好 大家已经掌握它了 对不对 然后 注意 然后 用这个方法 我们的整个后背片 因为通常情况下 我们先织后背片的啊 我们的后背片 左右 都是用这种方法啊 向上织织织 一直织到这儿 你剩下的多少针 就要给它留在织针上 两头给它绕上 皮筋 等待着 前片完成以后啊 再下一步操作 明白吗 好 正面啊 其实跟它是一样的 也是一路向上剪的 但是在你剪的过程当中 你要在这儿剪针的 那么 距离多少 开始这儿剪针呢 下个教程 我详细为你讲解啊